出赛是7月3号 当时是先发投了三局 投了50个球 这个球打成了一个滚地球 二手接到之后 传给回头采一垒的佟正敏 对林恩宇来讲 掌握得还不错 这球打成了一个 右半边的高飞球 另外一手张正伟 已经是到定位 把这个飞球给接杀 上一回在这里先发出赛 已经是06年5月21号的事情 当时还在陈泰 一类上跑着走了 这个球捕手接球之后 传二垒 跑动 到了一类往二里跑的 盘武雄出局 一类接着分的打点 前一个半局 在守备的传球方面 是发生了失误 这球打成了一个 软弱的滚地球 在三垒方向 三垒手接球之后传一垒 这样的所谓的瞬间的停顿 的确对打者来讲是最重要 当然我们很多讨论在攻击 都很多是一瞬间的事情 但是如果有办法做到这样 我想你也会是很好的打者 这个球打到了 很清楚的 就是希望他能够 接下来能够 这个站稳先发的一个角色 这球打成了一个 在外野的杯球 中外一手追过去行进肩 把这个球张志豪接杀出局 也结束了这个半局 失队的进攻 留下一个残烈 目前是0比3落后 追求打2 当然以职业选手来讲 其实面对压力应该是 所谓 这种所谓的转盘 这个区块 右足撞群的打中 現在比賽來到了三局的上半 同意是0比3戰時的落後 最球打高但是距離並不夠遠 右外一手已經佔定位 把這個飛球給接殺 現在形成兩出局 有安打也連兩場比賽有打頂 球數現在是兩好兩壞 目前雷燒沒有跑著 這球揮棒落空 這球現場撤到有1-4-2 也結束了這個半局 目前0比3 同意是對是戰時落後 是41球 之前大家在媒體上也看到 林恩宇設定是希望能夠投三局 然後用手數是設定60球 今天三局已經完成 看看這如果說是 能不能畫下一個完美的距離 這才重要 能不能夠成為中置時尚第一位 四成的一個打者 夢幻的四成打擊 接著球 夢幻之間棒子還是揮得出去 今天林恩宇的球 事實上感覺起來也都很有引誘性 138的速度 大約就差了三十幾公里的一個速度 這樣對其實對打者來講 還是會造成視線上的一個混淆 這球打到了三油間 游擊手接球之後 穩住腳步傳燕磊 形成一個三上三下 林恩宇完成了前四局的投球 都沒有丟掉分數 負擔 或許真的是可以嘗試一下 對 今年在二軍 是我們前面提到 最多投單場65球 來到了兩好三壞 這個球揮棒落空 把張泰山給三勝 所以今天林恩宇 讓我們看到 其實當然速度 還是沒有回不到過去 但是我們看到 他一些偏高的一個訴求 都能夠吸引打者的揮棒 這就代表說 他的訴求 他進了一點是非常有偽禁的 因為你面對這種 六十球了 所以如果沒有狀況 很可能希望他能夠 把這局完成 兩好球 兩敗球 所以球打了一個 反方向的高飛球 在左外野方向 對 左外野手 郭建宇的退後點接殺 展開攻勢的可怕的打線 所以投手當然還是得 要謹慎地來面對 野生跑得走了 這個球打成了一個飛球 在中外野方向 應該沒有問題了 中外手接殺出局 林恩也相當的振奮了 完成了前面五局的投球 是沒有丟掉任何的一個分數 看起來是可以告一個段落的 目前零比次同一次對落後 的問題 就是 突然這次對落後 全部都會走 兩麻掌 旁見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